火箭队大胡子哈登昨天虽狂红51分,却没能助队延续连胜,胡人队在菜鸟库兹马标出个人心高38分领军下,硬是以122比116带走胜利,也让火箭连胜场次停在14场。 库兹马上半场9头全部命中,包含6G3分弹,下半场手感虽稍微降温,但全场17头12重,外线10头7重,除驻队止驻三连败,也让火箭在11月15日后首度尝到落败滋味。 胡人队库兹马左上蓝,火箭队塔克防守不及,路透分享。 他笑说,在夏季联赛就成功下30分,这次对手是更好的队伍,但我是一样心态,当我站上场,我的想法都一样,就是全力以赴。 火箭哈罗连线昨天断电,保罗只有8分进仗,第四节还因左脚三退提前退场,哈登虽有第二节24分,全场51分的疯狂演出,人无力从最多22分落后反败。 胡人猜秒后卫鲍尔承认,防守根本挡不住哈登,你只能让他慢下来,这已经是最好状态,让他尽可能疲劳,但离挡下他还有很远距离,根本守不住他。 火箭C中断连胜25胜5败成绩仍是联盟最佳,但保罗目前状况不明,称球队一大隐忧,火箭教头丹东尼仅表示,昨天保罗不是的地方,和寄出的左膝是不同部位。 分享 分享 感谢观看